你却不肯好好听我说 我家的保镖 那你为什么不立刻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 这是我和你应该去面对的事情啊 你不告诉我还能告诉谁啊 告诉你只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你妈会更早知道这件事情 连每做都觉得你会出来坏事 我不想告诉你 但也不想瞒着你 所以我一直不同意什么偷偷摸摸的交往 因为你背着我做了什么决定 我根本就不知道 喂 道明斯同学 您家里的保镖正在找您 我让他们进来了 为什么要关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妈 所以只有我能够保护你 可是 别犹豫了 跟我去伦敦 现在这种情况又怎么去伦敦啊 说不定我还没上飞机呢 清禾和小悠家就出事了 不可能丢下朋友说的就不死了 只有这个门是从外面锁上的 人应该在里面 怎么办啊 马上就要暴露了 他们很快就能进来 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浴室好像有个窗 走 快走啊 你们坐坐快点 都是掌声我办事不定 你一个阿瑟都找不到 走 转门吧 请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洗头啊 你没张眼睛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穿这衣服去啊 我不屑传统 我要怎么洗头 需要跟你解释吗 你们这群老太婆的眼线 竟敢坏我的好事 如果再有下次 我让你们一个一个哭着爬回家 我只能有sa 我对找个家人 都男子女 都姨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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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 吃